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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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半场 博尔特先是一次投球进攻未能命中 但很快就迎来破门机会 56分多钟 博尔特在接队友传球后 门前左路击脚抽射 足球被入球网 突类10月12日 博尔特上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设计者白雪飞射进球后 博尔特还亮出了自己的招牌进驻动作 让人想起闪电在奥运赛场上的辉煌 突类10月12日 博尔特左与队友进驻进球 新华胜八珠红阶射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 在下半场有18分钟左右 麦克埃瑟西南连队的守门员 在出击 时与本队的后卫撞在一起 博尔特趁势越过门将 将皮球推进空门 绑住中央海岸水手队将领先优势扩大的4比0 比赛进行到约75分钟时 博尔特被换下场 赢得了场边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最后 中央海岸水手队以4比0结束了比赛 突类10月12日 博尔特六二与队友在比赛中庆祝锦球 新华设计者白雪飞射 我一直努力 提醒自己做好准备争取进球 当我真的进球了 那个感觉太棒了 我非常开心 也如是重负 博尔特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图片 请华社发编辑 整到几千发 高层版权归新华社所有未经允许不得撰载 我非常开心 请华社发编辑